《非典遠無知》 《非典遠無知》 其實我每天忙於工作 常常今天是星期一期 我其實搞不清楚 其實到這一刻人家提醒 你已經做一定了 我在想到我已經做一點了 不過我做一個無黨級的台北市長 我需要比別人更努力 因為別人有政黨的奧運 我是沒有 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市民對我們的支持 那市民為什麼要對你支持 一定讓你做得很好 不過我也是一直在反省 到底台北市有沒有因為我的存在而變得更好 我也常在想說 反省改進是一種文化 我在台大葉克摩團隊會成功 就是不斷地反省 不斷地改進 我們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說完美的 所以只能說每天有進步 不斷地改進讓它越來越好 這樣而已 因為我們終究還是反省了 還是會犯錯 內湖漂流木事件你知道 我就犯了一個錯誤 因為我當天剛好人家在報告那個 貴死坑俱樂部的事情 我那天已經為了這個違建 拆了十二次 越拆越多 已經在氣頭上 你知道 所以當下一個案子再報告內湖漂流木 我就發飆了 其實應該等部下把話講完 甚至再聽一聽別人的一些意見 再做決定 兵當在氣頭上 就遷入別人 然後就在憤怒之下做決定 我覺得這個不遷入普遍過 這個我就 就真的要改變 那另外 像我在議會有曾經垂座 因為我是一個外科的重症醫師 你知道 我們遇到那種浪費時間的事情 就很難忍受 特別是說 如果你是理性在跟我們討論 我們當然是跟你理性討論 可是遇到不理性的批評 我還是會生氣 但是這樣 在議會叫做這個是EQ不好的表現 所以 這還是 我還是需要繼續修練的地方 如果我們不要把議會 當作羅馬競技場 好像在裡面施殺 換個角度 我們覺得說 那是一個維也納歌劇院 那我們在裡面再合一點一部歌劇 你知道 如果這樣想的話 那議員就不再是一種對立的地位 是一種partner 就這種合作的地位 不過還有一點 我也覺得 畢竟 絕對的權力 使人絕對腐壞 你知道 所以 如果沒有議會的監督 那行政權還會更過度的擴張 還是不好 其實慢慢的 府會關係越來越熟悉 也知道說 怎麼運作會效率更高 對整個系統 越來越了解 還有一點 我們整個流程一直在改進 我也相信會越來越好 其實在這一年當中 如果說 讓我最受傷的應該還是POCA事件 你們都曉得 我很怕那個討論女性議題 因為每次好像都會失言 你知道 所以事實上遇到女性議題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想逃 就是想躲 後來發現 躲沒有用 為什麼 你當時不處理 事情拖拖拖拖 拖到已經 你被迫出來收拾 要出來散後的時候 已經到了 怎麼做都不對的局面 所以這個我學到一刻 你知道 就是你不解決問題 問題會解決你 以前我在家務病房 在急救 家屬哭了一趟 我們還能夠很鎮定的工作 可是她缺點就是讓我變得太 太濃酷了 我不容易給人家一種溫暖的感覺 所以像那個蘇迪特颱風你知道 我太太曾經也寫了一篇臉書 說我回家吃飯 人家外面有批評的時候 我回了一句 我說這種颱風圈 不然你要叫我在外面吹風雨嗎 這我想起來 這個其實就是要學少同理心 為什麼 因為在颱風當中 真的有很多人在外面吹風吹雨 警察 那個清潔洞 我還是講話同理心不夠 另外一個 我很不習慣講客套話 所以我很不習慣跟人家說 謝謝啦 我愛你 我這種話實在是講不出來 講都覺得很被扭 不過是這樣 台北市的公務員 我覺得還是最優秀 可是我就是很不習慣去跟人家 講那種讚美的話 然後覺得很不習慣 這也是我的缺點 我也覺得政治最重要就是溝通 像第二預備金 變15億 或是中央政黨軍要把它刪掉 我覺得這個政策是對的 但是缺點在哪 就是我們要推這個政策之前 沒有事先去溝通 就這樣丟出去 要更多的溝通 而不是你覺得對的就去做 即使是對的事情 要讓他做得更順一點 還是要有溝通 你問我說當市長一年累不累 他說會不會有挫折感 還好啦 反正睡完一覺第二天醒來 又一切重新開始 所以我常常說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讓人民重新相信 他們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人民一旦對政府不信任 什麼事情都做不起來 唯一說有什麼困難 就是一天只有24小時 實在是時間不夠 我常常都睡不飽 你看 除了時間不夠以外 其他我也覺得還好啦 就先存上面盡力而為 繼續做下去 所以 當市長當一年 柯文哲還是柯文哲 一樣是白目 不過我還是會 會繼續執著的改革下去 目標 讓台北成為一個更好的台北 讓台北成為一個移居城市 市民朋友 請與我同行 進步 正在起步 台北市 請進 城市 直到 Rebecca 田北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